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解锁第28支代言品牌漫步者,官宣当日在线一起绝尘商业价值。 王一博解锁新代言漫步者品牌代言人。 这是王一博目前为止第28个全线代言品牌。 作为品牌创立以来第一位代言人,王一博也以一齐绝尘的商业价值和号召力证明品牌选人眼光。 官宣半小时内同款英元色反复上架受庆,随后礼盒也被抢光,给漫步者冲到了库潮科技热卖第一名。 不怕明星恋爱他房,就怕王一博半路转行。 王一博在纪录片里玩得风生水起。 而他的摩托姐姐就没那么好过了,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。 这么说吧。 别的粉丝担心郑主。 恋爱,他房。 王一博粉丝担心的是,郑主又去探险,万一每天不拍戏了,跑去开赛车,或者转行干别的,那可咋办? 要知道,这几年王一博的生活可不单调。 不拍戏的时候,他在玩滑板,玩赛车,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当你以为他会累的时候,他转头又拍纪录片去了,不断尝试新鲜事物,挑战极限。 探索新竞节目可不是一般人能接的。 王一博在里面每一次冒险,不光粉丝的心提到了嗓子眼,导演,保险公司也都不敢睡觉。 就他这上天入得的折腾静儿,也不怪粉丝担心他半路转行。 有人曾问王一博,除了演员以外的职业规划,他表示自己想做的很多,比如,赛车手、舞蹈、网球运动员、滑雪运动员,都是他感兴趣的行业。 这几种中,他最喜欢的还是赛车,所以他说不红之后,就开摩托车行和舞蹈培训。 换个角度想,其实王一博转行也很不错,以他那不服输的胜负欲,那些赛事直播也会有他的身影。 他的经历让他心智远超同龄人,一直以来都特别清醒。 这也造就了他,演员,运动员,歌手,舞者,赛车手,这样全能行人才。 王一博曾说,登山和人生很像,要不断挑战自己,去攀登更多的山峰。 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,大胆追求梦想,未来才会有无限可能。 该说不说,王一博身上这股韧劲,还真叫人佩服。 给2024年进步最大十位演员排个名,王一博未尽前五,第一无争议。 娱乐圈的风云变换可真是让人目不暇接,尤其是那些瞬息万变的演员们。 2024年进步最大十位演员榜单出炉,大家都在热议,王一博居然没有进前五名。 这不禁让人感叹,咋回事儿呢? 而榜单上的第一名,毫无疑问,是个备受瞩目的存在,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演技进步的明星们,究竟谁是今年的耀眼之星? 先说说这次的评选标准,大家都知道,演技的进步不仅仅靠拼颜值, 更多的是在作品中的表现。 根据网友和业内人士的评选, 众多演员中脱颖而出的进步最大的可真是稀罕物。 在这张名单上,王一博虽然依旧人气旺盛,但遗憾的是,这次未能进入前五。 有人调侃道,王一博这次也太稳了,果然是人气和实力并重的典范。 但也有人认为,这一回是时候让其他小伙伴来抢占C位了。 而说到榜单上的其他演员,简直就是一场明星大联欢。 首先登场的是李一峰,最近他在新剧中的表现可谓是然, 观众们都说他这次火得理所当然。 就连李一峰自己都调侃说,我这进步真是有点居然。 是啊,这股火焰可不是白来的。 接着是赵丽颖,她的回归让无数粉丝欢呼,仿佛她是从古装剧中穿越回来的女神。 大家都在感叹,真的是太美了,演技又稳,毫无争议。 而其他上榜的演员同样引人关注,比如刚从大萤幕回归的陈飞宇, 网友们纷纷表示,她这次简直是开挂了,演技如同吃了强心剂。 她的角色塑造让人印象深刻,似乎每一场戏都在诉说着深厚的情感。 再说说这份榜单最受争议的部分,排在第一位的演员, 那简直是万众瞩目,大家都期待着她的表现。 此人不是别人,正是近年来频频突破自我的胡歌。 胡歌的演技在观众心中已经积累了超高的认可度,她居然可以做到这一点。 的感慨几乎成为了共识。 她在剧中的每一次情绪波动,都能引发观众的共鸣。 尤其是那一幕,她悲伤的眼神简直让人心碎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,这一刻,我心都碎了。 胡歌在这部剧中的成长,正如他自己所说的,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,我努力去做得更好。 胡歌并不是一帆风顺,他的成功背后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辛勤付出。 有人说,看着他一路走来,简直就像是看一部励志剧。 无论是角色的选择还是演技的提升,他都在不断追求卓越。 总结来说,2024年的进步最大十位演员榜单如同一场盛大的演技比拼, 大家不仅看到了演员们的努力和成长,更感受到了他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魅力。 而王一博虽然未能躋身前舞,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粉丝们依旧热爱他。 这一年,娱乐圈依然热闹非凡,期待着这些演员们未来更大的突破, 我们的胡歌也希望能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。 就像他所说的那样,每一次进步,都是对自己最好的回馈。 好了,快把这份榜单分享给你的小伙伴们,看看谁才是真正的进步之星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